高僧行儀 神秀禅师虽然是唐朝的高僧 但他其实是出生于水朝末年 自幼遇上连连战事 国家政局动荡不稳 而北方突厥入侵 多地的农民起义 这样的环境造成了人祸不断 神秀禅师也因为经历了如此的环境 他决心发心出家 随末唐初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 神秀禅师的少年时期 究竟身处在怎么样的环境里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 冯甲大学中文系教授林韵柔教授 教授您好 您好 教授您请坐 请教授来为我们介绍神秀禅师 在一个战乱的时期的一个什么环境的背景 好的 根据学界的研究 这个神秀禅师呢 大概可能出生在606年 或是605年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已经造水草的晚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隋阳帝即位之后呢 其实呢 开始的许多 不同于他父亲的一些作为 比如说大开运河啊 或者是他长几度的下江南寻幸啊 乃至于呢 三度的这个远征高丽 那这一些作为呢 看起来是为了要去扩大这个水草的一个发展 但是事实上呢 却造成了整个国际民生的一个动乱 那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民呢 在这个政府的要求之下 就要服从许多的劳益 甚至呢 付出许多的赋税 其实是非常的苦不堪言的 那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神秀禅师出生的这个时代呢 其实已经开始呢 有许多的民变出现 那这些民变当然就是为了要反抗政府的这一些压迫 那我们看到神秀禅师 他所出生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在今天的河南开封的附近 那河南这个地区呢 其实在隋末的这个群雄争夺的过程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特别是洛阳这个地方 那洛阳呢 是一个当时隋代的东都 可是呢 却是一个隋阳地 他最主要的政治核心的所在 所以各方的势力都想要打下洛阳 虽然开封离洛阳有一段距离 但是你可以想见这个兵马的往来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动乱 对 那神秀禅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是在一个乱世成长 那在这个时候大的环境是如此 一直到了他13岁的时候出家 13岁呢 是唐建国的这一年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就历经了这个隋末的群雄争夺 最后终于天下底定的一个历程 在天下底定之后 他终于就选择了出家 我想他也看尽了这个 经历了这一切 是的 他的心理的变化跟什么 他决定了在13岁的时候出家 是的 那当然我们其实也可以想见 神秀他当然是一个 不同于一般孩子的人 有天赋的人 所以呢 他年纪虽小 但是经历了这些战乱 他对于他的生命有一些体会 所以他需要去寻找一些答案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他所处的环境 其实是一个动乱的环境 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 从混乱到趋于平定的时代 那从13岁到他20岁 受巨竹界的这个过程 大概是唐高祖李渊 在主持唐帝国的一个 最早的初期的时代 其实是一个经历了动乱 统一天下 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开始的时代 那在这样子的时代之下呢 其实利用信仰来掌握民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唐高祖 其实呢 面对佛教他从南北朝以来 一直在整个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当然也掌握了非常多的经济资源 人口资源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呢 会希望能够透过佛教来重新整理国家的民心 所以他对佛教一般来说是比较支持的 虽然这个时候他也有曾经想过 动念过要去 沙泰生尼 因为有许多的生团里面 寺院里头的生人 其实是假的 那所以他希望透过沙泰生尼的方式 透过考试来确定 究竟哪些是真的生人 哪些不是是委托的 那可以把这些委托的人口 再回到国家的控制之内 但大体来说 在高祖的时期 对于佛教来说还是比较友善的 那进入到太宗时期 也就是这个神秀他20岁之后呢 他开始就是游历各地 到处去求法 那他在这个求法的过程 大概就是从太宗的时期 一直到高宗的时期 那这时期呢 其实太宗到高宗时期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蛮支持的 只是呢 他的态度 虽然有一部分是有信仰的因素 但主要还是为了治国的考量 那我们看到其实 佛教来自己本身的发展来讲 从南北朝以后 佛教在社会上是掌握 非常多的资源跟实力的 那国家面对一个 能够跟他快要足以抗衡的势力 其实是有所借心 对 所以呢 他一方面希望透过 掌控佛教的生团 来掌握这个相关的资源 那一方面他又需要透过佛教的这个 跟人民信众之间的关系去做维系 所以是很微妙 那佛教自己本身的发展也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这个原始佛教 传到了中国之后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呢 慢慢的呢 就开始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啊 学说去做了结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水代的时候 开始有天台中这样子被视为 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神秀所处的时代 虽然是一个动乱的时代 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个 开始有一些变化 剧烈变化的时代 这样的变化呢 能够掌握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好的契机 危机就是转机嘛 那所以它在20岁之后 到处去寻礼学习的状况之下 其实就一方面也吸收了佛教 从这个原始佛教 转化成中国佛教的这一些精髓 那另外一方面 它也去拓展了它自己的知识 建构了自己的知识系谱 那像在这个动乱的这个时期里面 怎么样能够去得到这些 受惠这些文学上的这些 就是比较更好的一个学习呢 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 在古代的中国 能够接受教育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数的 尤其呢从南北朝 一直到隋唐时期 它也是一个士族社会 那刚才说有知识的话语权 还有传承教育权 是掌握在释迦大祖的手中的 但是有一个是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佛教的生团跟誓愿 我们看到其实有非常多的典籍 不只是佛教的经典 包含儒道的经典 其实都被搜罗保存在寺院里头 所以许多出生 不是出生世家大祖 而是出生庶民阶层的生人们 他们因为出家的关系 进入到寺院里头 所以能够去接受教育 甚至接受到各方的典籍 那如果他是个有天赋的人 他其实除了接受师父的引导之外 他自己也能够吸收到非常多的知识 那神秀他并不是一个出生世家大祖的人 对 但是呢 他年幼就出家了 而且呢 我想以他的聪慧的程度 他再加上他自己的到处转意多师 适处求法的情况呢 是的 他知识的累积是有一定的 再加上他的聪慧 所以他对于各方的这个学问的掌握 其实是可以想见是非常 能力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我想他自己本身的性格也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看他从20岁收到巨竹界之后 一直四处的游历 游历了30年 到了50岁上下 才到了这个黄梅东山这个地方 追随红忍学习参访 那在这30年之中 他其实是到处去寻礼 到处去学习的 想见呢 他一定是在追寻他的学问 或者是他的信仰的生命的过程之后 他始终觉得自己有不足之处 那这一些学问虽然已经非常的多了 但是呢恐怕也还是难以解决他的若干疑惑 所以他最终当他听到说 红忍在这个东山这个传法的时候 他就决定要来到这个地方 跟随红忍学习参访 所以他是博学多文 但是他博学多文的情况 其实是基于他是个出家人 并且他对自己有所期许 那到处去转译多诗学习是有原因的 那有当时的佛教的特殊的 这个知识中心的一个原因存在 当然也有他个人 自己本身的特质存在吧 感恩 感恩教授如此详尽的一个分享 神秀禅师年少时博学 敦文 对于各种的学问都是积极学习 虽然身处于战乱的时代 历经如此的环境 但还是不给他追寻人生的修行 是非常值得作为我们的典范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观想 高僧传神秀禅师 看一会儿 地动转身 路地上违之灵 他的手脚稍微影响会越大 对 很清楚 会做新母民 这母民 做新好欢 我们啊 又喜欢到这个汤亲戚 这天哪一般别呢 就很厉害 让你安理啊